千年历史遗迹引发出红军怎样的伟大创举 万条十克标语是否让红军在苏区迅速壮大 万余红军将士能否预敌数十万余大巴山下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民众心里 他们撒下的是什么样的希望之火 在巍巍巴山俗水间 他们创造的又是怎样的历史奇迹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播出悬崖上的记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有人说走进革命老区四川省通江县 就宛若走进了一个诺大的露天革命博物馆 这里有全国最大的 也是唯一的一个红军为牺牲的战友修建的 穿闪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有著名的毛玉党政工作会议就职 还有穿闪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之战 空山战役一职的200多处 红色遗迹遍布整个通江县 然而今天我们要带您参观的确实 红军时刻标语 今年是红军入川80周年 80年后的今天 这些当年曾为壮大革命队伍 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红军时刻标语 又会带给今天的我们什么呢 十一前夕我们来到了革命老区 四川省通江县 沙溪镇 红云雅村 这里有被称之为红军时刻之最的赤化全川 当地的石匠们正准备粉刷这幅巨型石刻标语 那您今年也多大年龄 六十 六十了 六十 哎呦 看不出来啊 好年轻啊 还是年轻 那您是石匠还是什么 我也是石匠 也是石匠 那您都六十岁了 应该让个年轻人来刷 每次都是您 年轻人 因为在梦中 年轻人还没去过 没有去去过这事 还没完成过这个事 它可能有些在梦中经验上不足 记不记得您是第几次来刷这些菜 这是第四次 五次 第五次了 五次 嗯 这是上次石匠 嗯 就是我们一定要石匠知道 嗯 这几个字来的 慢点啊 嗯 好 知道 放 慢点 慢点 放保险顺 一次放 好 放 放着放好 好 放这个回头放好 赤化犬船 四个大字 位于二十八米高的红云崖之上 每字高五点八五米 宽五点二米 比划深 零点三五米 整个字幅面积达三百平方米 数十公里之外 依然能清晰可见 瑰丽巴山石 雄距万古边 伟大的创举 总会激发起人们 不觉如履的遐想 当年这幅巨型标语 究竟是如何暂刻在 这二十八米高的悬崖之上的呢 标语的下方又为何残留着 国民党是这样的时刻痕迹呢 时空仿佛跨越到了八十年前 耳畔也似乎想起了当年那不觉鱼耳的炮火轰鸣声 1932年12月18日 红色方面均从鳄宇晚根据地 转站千里进入川山边界 攻克了川北重镇 通江县两河口 12月25日 解放通江县城 并拉开了以通江为中心 创建和巩固川山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1933年1月 立足卫稳的红色方面军 便不得不投入到 反对国民党军阀田宋谣 三路围攻的斗争当中 为收紧阵地 红军主动退制 以空山坝为中心的川山边界地区 空山坝也就成了三路围攻的主战场 当年红军在这儿驻扎了有一个云 这因为就是有当年红军在这儿战斗住过 所以就叫红军洞 你们看这个像蜂窝的一样 对面是圆的蜂窝 它当年红军我们不说了 这里面住了一个云 这是人凿出来的洞吗 对 红军凿的 他把咱们拿个这么壮的木棒 把它逗在里面 这样的话它非常弱 它这样混起来 就相当于自己造着楼一样的 对对对 它用梯子爬上去 爬上去做 它就成了一种碟子型的 像这样的话 这些碎人的话 可能自首这一排 就可以碎 八开古枝的话 可能去五至八个吧 最终红军以一万四千余人的微弱兵力 战胜了田宋谣的六万军队 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 空山大战域就是红十一是李先念 所带领的部队在这作战 在实施空山大战域以前 红军都出于手势 积极防御态势 那么从空山大战域开始 实施全面的战域反击 一举收回了田宋谣山路进攻 多战的根据力的土地 全面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胜利 空山大战为巩固和发展 川山革命根据地 扩大红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红军就在木门会议上 确定了重大革命队伍的方针 1933年10月 国民党军阀流香带领二十万敌军 再次对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 面对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 该如何迅速壮大红军队伍 就显得迫在眉睫 这时散落在大巴山区的 历代时刻遗迹 引起了红军将士们的关注 这个小小的发现 让红军将士们毛色顿开 通江士喀斯特地貌 山高石头多 利用石头作为舆论阵地 用石刻标语来唤醒民众 拥护中国共产党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来 既解决了纸张匮乏的矛盾 又能让标语很好地保存下来 经久不衰 于是在红色方面军总政治部 和时任川山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瑞荣的牵头下 红军赞子队应运而生 有了赞子队 红军所到之处 他们就把党的政治主张和根本任务 简化成口号对联等 赞客在大道旁 小西边 庙宇的石墙以及石柱上 目立所及的地方 百姓就能随时随地感受到 红军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主张 于是我们开始沿着通江河 去找寻和感受 那昔日如火如荼的革命气息 就这了 味噌这了 好 嘴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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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芽 无意 小米 甜松药 这是一个赶藏号 这是金 年 金芽 无意 小米 米的金 柳香 这是一个赶藏号 你写的什么 大道经过这里 现在大道贵门大 天山出地 哦 十四克克 准备和敌人作战 哦 有人说在通江 你随时都能找到 红军时刻的标语 看来一点也不夸张 哦 现在能看出来一个党字了 虽然七调的差不多了 但是基本上能看出来是 打倒国民党几个字 对的 肯定的说 它是红军刚入川的标语 这个通江河里呢 也就是说最先的标语 都是这样布局 就是放在路边 嗯 比较小型 规模小 很省事儿 前边哪一个人 用笔写 后边几个实践 用站子跟着这个笔记 打过去 就成功了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 和根据地的扩大 红军时刻标语更是别开生命 为了让红军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暂自对海入乡随俗 将方言礼语融入到实刻标语中 既通俗异动 又极富感染力 下面我就用四川话给大家念一下 白军士兵们 你们是军阀当兵的这啥子啊 清朝来到手马 没签没齿 心想要被开口干净 家中还有处坑子 那就军阀大长 贝贝松寺 为啥子呢 非常地道 朴实的四川话 这就是当年的中国的一个十大正纲 理念也是非常先进的 就从这就还可以看到 就是当年就有什么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啊 增加世界救济的 哦 对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然后这还有什么实行统一的美金税 就现在咱们的许多法面当中 都会沿用到这些法面 就当时这些漫画是由尿程智挥画的 当时就是从这个生活入手 就是什么并从口入 非常简短 然后也非常明显 就是非常易懂的 有文营啊 苍蝎什么的啊 就是不认识字 对 也能看得懂 感受到当时所表达的意思 红军时刻标语的内容涉及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生活 甚至妇女在政治和教育上的权力等方方面面 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大众化 把共产党的主张本地化 红色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 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红色方面军有一个好传统 部队走到哪里 宣传就到哪里 满街满墙都是我军张贴的传单 和图写赞客的标语 街头巷卫 均有指挥员宣传党的政策 和红军的宗旨 景象毫不热闹 一幅时刻标语 甚过一片战斗席文 在红军的大力宣传下 老百姓踊跃参军的热情 迅速蔓延至整个通江大地 甚至有些国民党兵 也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 你今天回去 领上六十个人勾一个连 你就回来当连长 你回去领上的几班人过来 你就是云长 那个红军部队 你派个指导员教导员 有的当地的老百姓 一家十几个人 祖神三代 都当了红军 普通毕同志 回来说是少将 北京允许的政治委员 他就说 我当时东洋来 一次东洋来两千多人 参加红军 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大官 这两千多人 真正活着的人 他在他的一个印象中 大概只有那么几个人而已 从来他就不敢回东洋来 短短两年时间 红军赞责队就在大巴山区 攒克了一万五千多幅 实质文献 标语和对联 红军也由入川时的四个师 一点四万余人 发展到五个军 八万余人 以及近十万人的地方武装 并再次彻底瓦解了 国民党军阀的六路围攻 巩固和扩大了川山革命根据地 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 石刻标语也由小型化转向巨型化 革命理想也由赤化铜江 即周边县市上升为赤化全川 来到赤化全川的巨幅石刻标语下 当年赞克这幅标语的罗石匠徒弟的儿子 马良之老人 显得有些激动 我听过老父亲说的 那个用帮啊 木帮啊 搭成架子 踩上去 踩上去 那上面那些坑 是不是当时为了搭架子 遭受的坑啊 那些是站着的坑 是搭架子的 身边啊 可以搭上去 那里屋子里面 哦 在罗石匠师徒 以及红军战士二十多人的共同努力下 赤化全川 历史三个月 终于赞克完成 随后又出现了平分土地等更大的红军石刻标语 川散苏区也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服务员面积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600万 前后建立了23个县市革命政权 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第二大苏区 1935年春天 红色方面军被迫撤离川散苏区 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也把石刻标语的伟大创举 撥洒在了雪山草地 河西走廊和陕甘明边区 随着红军的撤离 若是将师徒也变得命运多串 为了消除红军的影响 环香团决定铲除赤化全川 但终因标语巨大 无法铲除而作罢 赤化全川才得以保存下来 最后就叫罗斯将带上自己的土地 再打一副标语 去掩盖这个赤化全川这副标语 让他说一打国民党万岁 国民党三个字打起过后 打万他就不想去打这个万字 国民党是反动派 他准备打这样的一句话 下面的兵丁看看就是国民党 士字都成来了 已经违背了国民党的当时的旨意 所以下面的兵丁 请示他的掌弯开了枪 一枪打中罗斯将的 要不罗斯将从上面摔下来了 从此赤化全川的标语下方 便留下了国民党式的石刻痕迹 罗斯将被救后 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 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家乡 1973年去世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罗斯将 但他立于悬崖间 专科的身影 却永远的定格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其实最初在设计赤化全川这幅标语时 原本并不是现在的内容 争取苏维埃中国 建立苏维埃政权 这样 这个字太多摆不下来 再决定把齿化全川 这个简简 简简 简简 一概醒目 据不完全统计 当年为了保护红军石刻文化 914名苏区干部 惨遭杀 大批苏区干部及红军家属 逃亡 甚至家破人亡 但却多了 这些人 在洪军当年 曾经战斗过的毛玉古镇 流连渔历经劫难 却幸存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间 我释然啊 与其说老区人民守护的是一种文化 一段历史 倒不如说他们守护的是一种精神 一种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 石刻文化产生于周代 兴盛于秦代 东汉后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今天我们在许多城市 依然能够找到历朝历代留存下来的石刻遗迹 然而像穿闪革命根据地这样 数量之庞大 内容之丰富 形式之多样 规模之宏大的红军石刻 在全国上述手里 至今通江县境内留存着 三千多条红军石刻标语 2005年穿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石刻标语 已经被列为了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红标千百句 嵌秀众心间 我们相信当年的红军石刻标语 留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回忆 更是一种刻在石头上的革命 一首刻在石头上的红色史诗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一位伤病缠身的院长 如何带领医院走出困境 一名医术精湛的专家 为何对一名婚儿 事如己出 一个中年得子的母亲 为何提起儿子 就潸然泪下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讲述 草原母亲 余俊林